这个部分,这个是每个月的第一天,每个月的其他天,其他日期 OK,那你就直接 不过最难的地方就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里面,我想应该最难 最容易做错的应该是 这个刚刚贴上这个地方的程式 但是其实它有一个逻辑性 你只要那个逻辑不要做错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那么困难 OK,像我这些东西都不是用背的 实际上就是用一个,你要了解它到底为什么要放这个东西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要那一个文字,那个栏位名称 它本来追是一个数字 我只是把那个数字转成文字而已 所以这个密的其实是透过追去找到第几个 第一个的话就放A过来 所以是变A的第几个 比如I-A2 A2,A3一直往下 然后再来就B,C一直到L 那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的 所以你们回去的话可以试试看 假设你的工作里面有类似的案例 我想你多做几次慢慢就熟练了 而且程式真的不多 一个回圈 两个回圈总共四行 再加一个这个 这一行其实也不算了 最重要是这一行,Sales IJ放公式而已 这个效益还蛮大了 很多东西其实你就一键按下去它就OK了 这东西其实很多学员他们后来也有类似用这样的方法来做 但是你想说老师可是这个好像后来他们有问说 老师这个有个问题 就跑的效率有点慢 说实在话真的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一个把公式丢到储存口里面 所以效率一定会稍微卡卡的 也就是我们做出来结果 感觉好像它有点什么 有点有点像卡一个东西的那种感觉 不过呢你说它慢呢 到底我觉得还好啊 至少比人工作业快上许多 这无庸置疑的OK 那当然如果你要增加效率的话 你就是需要怎么样 把那个不是丢公式的程式写出来 那怎么写难度又更高 我又把它写出来 用这个什么的VBA里面的函数去做 那比如说可能这边会用到一个Date Add的函数 不过这个难度又更高了 我放在这边给各位参考 那再来后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何插入空白列 最后当然你也可以把框线画出来 这个我想框线部分前面有讲过 主要我们是要把什么呢 把这个插入空白列的动作给做出来 那我讲过插入空白列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要插入的空白列 它必须什么 从什么呢 有点慢 OK 它必须从它的下一列开始插入空白列 那也就是说我要插入空白列 我是颠倒过来的 也就是反向 那比如说我今天假如说我应该插入列的话 那应该32插入空白列的话 它应该插入到上面 所以理论上我应该从哪里呢 应该从33开始 然后一直插入空白列到第几个呢 应该是插入到 这个要吧 这个不要吧 应该到3吧 对不对 所以33到3 所以你必须要第一个 你要学会写一个反向回圈 所谓的反向回圈就是说 我们前面是越来越多 可是这里特别注意是越来越少 33到3 特别注意怎么写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插入空白列呢 其实程式也非常简单 你必须要学会一个物件叫Raw Raw加S Raw的话就列嘛 Raw死 刮胡哪一列 然后后面呢 你加一个学会一个方法 叫Insert 点Insert就可以 所以插入空白列 我们来看一下 一 如果你要增加一个 你就插入一个Sub 这个Sub名称叫做插入空白列 二的话呢 其实程式非常简单 就三行程式 你就什么 4 I等于什么呢 刚刚讲过嘛 33到3 有没有 但是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今天越来越多 3到33 你就这样就OK 可是如果你越来越少 记得哦 你要加一个Step Step 这个预设值是1啦 越来越多 那如果你越来越少 就记得减1就可以了 Step减1 然后Next 所以它会呢 33减1就是32 再减1就是一时代推 到3就停下来了 如果我要插入一个列的话 特别注意哦 在哪一个 在33帮我插入一列 所以呢 你这个叙述的话 就是加 记得一个物件名称叫Raw 加S Raw的话就列 Raw是 刮虎哪一列呢 第I列 所以它预设从 它第一个值是33 所以第33列帮我怎么办 点后面加一个Insert 这样就可以了 插入一列 Insert OK 如果你这个Insert不会拼 键盘上有Insert按键嘛 上面有一样的这个指令 OK 然后呢 这样的话 你就插入空白列的 执行 因为它就插入空白列了 然后呢 再来的话 如果要删除空白列的话 特别注意哦 删除的话也是一样 你如果从上面删 第三列删除 它会怎么样 本来要在删第5列 它会变成要往上了 所以哦 建议还是从颠倒过来 可是问题哦 如果你要删除空白列的话 从后面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应该是从第六十 应该用63吧 拿63再61 再59 有没有 63 然后61 所以63到应该到3 中间特别注意哦 你不能再step-1 -1的话变成全部三光光 所以要-2哦 OK 所以哦 程式的撰写方法 其实也差不多 你甚至可以怎么样 可以拿刚刚的程式来改哦 OK 特别是从 其实61-63都OK啦 我们63其实三不三无所谓 我们从61开始 61到3 有没有 记得哦 step请你减2 那最后的话记得 里面的话呢 本来应是把它改delete了 其实这样程式就OK了 先把它我记了哦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它全部都帮我 一个一个的帮我删除了 OK 但是这边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延伸性的 因为它这个格式吧 它好像会自动新增的话 会帮你把那个上面的格式给延伸一下 所以这个底下会多这些东西 那当然你自己再把它删除也OK 可以插入空白列 然后呢 删除空白列 OK 但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有点慢 不过至少比人工快太多了 最后的话 当然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说 老师 可是我希望插入空白列之后 这个格式可不可以帮我放大一点点 对哦 那格式怎么放大 当我们之前是手动 怎么样 选这一列之后呢 调整它的高度 有没有发现 你调整的时候呢 它旁边会有高度哦 不过好像它 除了像素前面有个数字 我记得好像是前面这个数字 如果我今天要一个嘛 要大概50好了 比如说我这个高度要50 大概就长这样 那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在那个程式里面插入之后 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Rows Rows里面有一个 它里面有个属性 叫做Row High 我记得好像是Row Row High这个属性 然后呢 你就给它多少 给它50就可以了 记得哦 因为我们一样 打了刮斧之后 它不会提示了 所以我们刮斧一定要加进去 也就是针对它Inset的这一个Row High 去做什么呢 做那个它的高度的调整 OK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一个一个把它增加高度的话 我记得应该这样 我们先把它删掉 OK 然后呢 我们先把它先 我这边按F8好了 先Inset 然后如果它调整那个高度的话 就第33帮我怎么样 调整到50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 第33 它就变50了 OK 那下一个 32 OK 然后把32变成50 OK 所以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Row High再加上去的话 哇 那高度就OK了 所以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如何插入空白列 如何删除空白列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主要是用在 就是你将来需要 大量的去变更 就是说 在你的工作表里面 如果你需要 下方需要再放东西的时候 那你可以把 用快速插入空白列 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 那如果你要去 再把它恢复回 没有这个 列的状态的话 那你也可以用什么 删除空白列 来完成 这个其实是提高效率还蛮好的方法 另外 衍生出来的 像那个什么删除空白列 你甚至可以 比较常用到就是说 用在你要删除哪一列 比如说你有些资料 像以前同学就是 就是常常会遇到要用人工去判断说 哪一列是否删除的这些动作 那其实 你其实你可以把那个删除空白列改一下 只是在回圈里面再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那个逻辑判断就是针对哪一些条件发生的情况下 再删除那一列 所以未来 如果说你们要把那个删除空白列改一下 删除哪一列 也OK 或者甚至常常遇到像工作里面常遇到删除重复列 比如说资料重复的 那你要把重复资料删除的话 你也可以改成删除重复列 这个延伸其实还蛮好用的 主要就是你如果不要图拐的 好像如果删除 删除你不要的资料用人工来判断 那这太浪费时间了 尤其资料多的时候 光要花那个删除的时间 负责成本 所以你如果要把删除列延伸出去 其实还可以很多 删除比如我刚刚讲 删除什么样条件 那你就多一个一幅的叙述 那删除重复的 你就是你这一列跟下一列 假设里面的资料是相等 那你就把这个 比如说下一列给删掉 那怎么写 其实这些之前都写过 我之前都写过 现在蛮好用的 好处就是说 你不用再做一些突发列 刚刚的事情 OK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衍生粘力部分 再多提了一个有关 那个删除 跟插入空白裂的部分 那那个插入空白裂 我多讲了一个叫roll high 记得就是在里面找一下 你就roll10点roll high 然后等于你高度看要设 我是设50 其他高度 你可以自行再去做个调整 OK 我设计划入空白裂的部分